这个女人关灯准备睡觉 一个男人突然出现 并把他压在身下 还没等他缓过神来 就被男人打了一针 女人很快昏迷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像狗一样被关在铁蚂之中 男人名叫塞斯 是一家动物收容所的饲养员 每天的工作就是和小猫小狗打交道 这天他像往常一样坐公交下班 遇到了高中就暗恋已久的女神霍利 塞斯鼓起勇气和他打招呼 并向他做自我介绍 可是霍利对他没有丝毫印象 根本没有共同的话题可聊 就在塞斯提出想和霍利喝杯咖啡的时候 霍利已经到站下车了 这让塞斯十分的不甘心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在此相见 回到家的塞斯不死心 他在网上搜索霍利的资料 看到女神社交账号上显示单身 他十分的开心 看着女神美艳动人的照片 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 他仔细阅读女神的每一条动态 将她的兴趣爱好记录下来 每天还对着镜子练习搭讪技巧 不久之后 塞斯觉得时机已经成熟 他特意打扮一番 来到了霍利工作的餐馆 假借吃饭的名义前来搭讪 没想到霍利还是不记得他 这让塞斯很尴尬 塞斯特意买他最喜欢的音乐会门瓶 想邀请他一起去听音乐会 女神以有男朋友为友 拒绝了塞斯的邀请 塞斯并没有放弃追求 他花光他的积蓄 定了一大束玫瑰花送到餐馆 女神误以为是前男友送的 于是晚上就来到前男友上班的酒吧 而塞斯也偷偷跟着来到这里 当塞斯听到女神误以为花是前男友送的 他赶紧出来跟女神解释 霍利觉得塞斯死皮了脸缠着他 是一个变态 让前男友揍了塞斯一顿 并把他赶了出去 这让塞斯备受打击 他萌生了一个变态的想法 要把女神留在自己身边 于是改造宠物电废弃的地下室 在里面安装了一个铁笼子 准备把女神关在这里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塞斯偷偷溜进了女神的房间 趁其不备给他来了一针 然后装在箱子里带回了地下室 霍利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自己被关在笼子里 他发疯似的大喊救命 然而地下室空无一人 没人能听到他的求救声 这个女人正在吁吁 突然感觉脚下有个毛茸茸的东西 仔细一看 发现是一只巨大的老鼠 女人吓得连大裤衩也来不及 塞斯为了把女神留在自己身边 他用驯服宠物的方法来驯服女神 霍利刚开始并没有搭理塞斯 而且用绝食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抗拒 还骂他是个穷屌私死变态 塞斯也不生气转身就躲 几天过后 女神就已经饿得没有力气 他觉得不能这样耗着 于是乖乖地听从塞斯的命令 狼头虎咽吃下了塞斯拿来的食物 女神哀求塞斯不要杀了自己 而塞斯却说自己在拯救他 原来那天塞斯捡到女神的日记本 在里面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 他和前男友原本到了谈婚论嫁的地 有天他发现男友劈腿闺蜜 霍利和闺蜜在车上发生争执 汽车营链撞上一半 两人都受了重伤 霍利却拔出自己肚子上的玻璃 捅到了闺蜜的眼睛里 趁此时机将他杀害 从这之后 他就迷恋上杀人的感觉 打着以后只要他心里不痛快 就趁着夜色跑到大街上 像一些反抗能力弱的人 发泄着自己的愤怒 塞斯跟踪了他几年 发现日记本上写的都是真的 塞斯说自己想要拯救他 不能让他一错再错 所以将他关在这里 霍利明白自己想要离开 就必须顺从塞斯不再反抗 于是女神将计就计假装顺头 让塞斯知道自己是一个可以拯救的对象 在他面前擦拭身体 展示自己的魅力 然而下一秒 女神突然疯狂地用头撞击了死 威胁塞斯说自己死了 他也逃过了 塞斯害怕女神伤害自己 拿他没有办法 整个人被弄得精神恍惚 这天保安巡逻的时候 听到地下室传来声响 他来到地下室 发现笼子里面关着一个女人 谁来救救这个女人 男人为了让女神陪在自己身边 居然把他关在笼子里 当成宠物饲养 这天保安听到地下室有一响 走进地下室 发现笼子里关着一个女人 胖子想要把锁打开 将女人救出来 就在这时塞斯回来了 他发现自己的行为暴露之后 瞬间脑子一片空白 霍利看到塞斯出现了 他示意塞斯干掉保安 而塞斯却不敢下手 于是霍利马上改变策略 假意勾引保安 引起了塞斯的极度心灵 他终于爆发了 拿起棍子就往胖子头上开去 没想到胖子皮操肉厚 非常抗达 两人扭打在一起 就在胖子追赶塞斯时 霍利偷偷身脚把他绊 胖子就摔在地上昏迷了 霍利决定反客为主 他缩使塞斯拿水泥砖干掉了胖子 然后在他的指导下 将尸体完美地处理了 还同时教导他如何去和佛伯乐辩解 完事之后 霍利又不断给塞斯洗脑 让他切断一根手指 证明对自己的爱 在女神一遍遍地洗脑和不停地折腾下 塞斯彻底混乱了 他砍下了自己的手指 以此证明自己是真的爱他 就在这时 霍利趁机拿到了鼻手 以此相逼让塞斯打开笼子 塞斯打开笼子 女神走到了他面前 却一刀抹了他的脖子 影片最后 霍利和前男友重归于好 而塞斯的拯救也并非全无效果 女神不再随意杀人 而是将塞斯囚禁在笼子 他舍不得和渣男分手 每次心里不开心时 就会来到仓库折磨塞斯 影片是经典的猫捉老鼠游戏 谁是主人 谁是宠物 不到最后谁也不知道 影片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